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由枪划掉 直到女警拿出枪 她才白口莫辩 17号下午1点多 新北市新庄民中街口 远警货报有民众发生争吵 就这一间跟那一户最近 就在她门口那边 姐姐你说你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就是有人在吵就很吵 我们就看 因为我们女士休息的 所以也没有仔细看 在现场一度气焰嚣张的林姓男子 原来是在做海鲜批发 今年5月一名郭姓股东和他一起投资 但垫倒了两人拆股 林姓男子只还了部分贷款 不满股东在网路上多次寻人催讨 继得持枪到他住处 心事问罪 因为我们在检视 因为我们在检视整个犯案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他林姓男子有掏枪 而且有指向该郭姓女子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有可能会造成郭姓女子的生命危害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以杀人未遂来做侦办 林姓男子尽管被上扣 送上警车前还不断挣扎 原警在他身上插出一把枪和五发子弹 并以杀人未遂移送罚办 三天新闻这场网研廷新北采访报道